我們要使用觸控電視的時候 除了把門打開之外 首先我們看一下有沒有電源 那沒有電是正常的 因為我們要到中共盒去 把這個按上課的鈕 才有電 那我們前面有接VGA的接頭 後面有接HDMI接頭 這個大家不要去動它 那你們想要用的話 面上有這邊就會接十五投影機 然後這一頭我們可以接筆電 好那這時候你按上課鈕 按上課鈕它就會送電了 好送電之後勒 可能因為現在還沒有設定好 這時候就有電 麻煩按一下電 好那這時候它需要 等30秒開機 等30秒開機 那各位 你們要使用觸控功能的時候 電視的觸控線 是要接前面的 老式的筆電的觸控線是要接後面的 這個我們也都會接好 請各位大家不要去動它 然後呢 後面 會有音源線 那老式麥克風可以插這邊 來使用 那你如果說要使用 觸控功能的話 這邊接上去 USB 好 好當它顯示這樣的時候勒 我們 從下面 把它 往上滑 下面 往上滑 選擇HDMI 1 選擇HDMI 1 好它就切換到我們的電腦了 那這時候勒 我們就可以觸控了 這個就觸控了 好 謝謝大家 好 1 2 3 8 7 9 9 10